大家好,我是刚哥,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老人临终前有哪些表现 老人在临终前的症状主要有以下的几种 第一方面就是意识,变得渐渐的模糊 老人在临终前同样表现为嗜碎、红碎,逐渐过渡到不同程度的轰鸣 主要表现为老人叫不醒,疼痛和刺激都谎音 或者是只能够增开养精,当时他不能使周边的事情和人物 第二方面就是呼吸方面 老年人的呼吸频率由快变慢,呼吸营由浅变弱,直到最后将将的停止 第三方面就是血液胸黄系统 老人的心跳或者是大动脉的搏动,由浅到弱,由快到慢,最后直到消失 心电也重游,逐渐到五,最后变成一条直线 第四方面就是老人的瞳孔由正常的大小逐渐的上大,固定到周边 光晃时有灵面度,逐渐变弱,变得呆滞,甚至完全的消失 第五点就是皮肤的状态,主要表象为皮肤的温度 逐渐的越来越变冷,温度会下降,变冷 以上就是老人临终腔的表现 今天这个话题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下次见